Phoebe 偷交熟男 並稱對方老公 誰 這誰爆料 我 那時候應該是在 妳怎麼會知道他有沒有 不是 因為我當然不是很清楚 可是我聽到就是他在玩 因為你知道他們現在就是玩電腦 玩電腦遊戲啊 會玩電腦跟人家什麼交友 就是跟同學在那邊傳訊息那些 有的沒有的 然後我就有聽到 反正就是對方會問他說 你今天過得怎麼樣啊 然後他就會跟他講說 還不錯啊什麼 反正就有那種對話 就感覺還滿親密的 那可是問他有沒有男朋友 他都說 沒有 你女兒都沒有人要很奇怪 你為什麼一天到 你都希望我趕快交男朋友 我說不是希望你趕快交 是希望你有交要告訴我 可是你都睡到下午四五點啊 不是 他如果告訴我的話 我就會提早起床 提早一個小時 然後他後來被你聽到 就有被我聽到他們兩個可能就是 他可能就互稱對方就是 那個對老公什麼什麼什麼 類似 我聽到快送我咬完全沒有 不會這樣子太噁心 而且我沒有 我是真的沒有交過男朋友 然後呢叫老公這種都是 可能朋友之間這樣 可能有時候有些會有什麼 老婆老婆這樣子 就是一些 真的假的 我是朋友 閨蜜之間 有時候 女生之間會互稱老婆 但會想老公 老公也很奇怪 所以我覺得很奇怪是 他應該是聽錯的 對 而且他都在睡覺 怎麼可能這樣聽到 我在那邊講 那半夜 我半夜不睡覺你不知道 我半夜不會 我絕對不會講老公這個東西 絕對不會 沒有啦 其實說真的 他以前 以前我是有看到他玩一個那種 線上遊戲 就是跟那種什麼偶像團體 他不是就有做一個那種 你喜歡誰就把他抓出來 他就會變成你的老公 每天都跟你問好 問你今天怎麼樣 過得開不開心 虛擬的那一種 虛擬的 對 是虛啊什麼那一些 對對對 他之前有玩那個遊戲 就他的老婆的人 對啦 其實是那個啦 我只是想說看這樣子 給人騙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交男朋友 但是你 VV現在是幾歲 16、17 兩位家長覺得他幾歲 可以交男朋友 我覺得都可以啦 大學之後啊 哇塞 曾莉姐真的是完全不在乎 對啊 為什麼都沒差啦 爸爸真的沒差 然後滿月的時候就可以交啊 對 那SKY幾歲可以交女朋友 SKY 隨便啊 隨便 你看 男生女生可以 爸爸永遠都雙重標準 可是男生這樣好像就沒差 可是我沒有禁止他跟男生出去 你說SKY嗎 沒有啊 非必要 我沒有禁止他 經常有時候晚上 可能9點10點的時候 他有同學要找他下去走一走散步 走一走散步 對 他說是男生 他說對 我說好 我不會禁止他 又不是獨處 就只是去吃個宵夜 加很多人一起 沒有什麼 很多人 沒有啦 我不知道 可是我不會去 不過問 阻止 就是你至少要跟我說 那你說真正交男朋友 我覺得這要大學以後啦 那現在就男生同學 或怎麼樣 你們出去 不要去做欲舉的行為 是 其實你 那你如果將來真正交男朋友之後 你會第一個先選擇跟媽媽說 還是跟爸爸說 我覺得應該會同時吧 或者是 我比較偏 我跟爸爸同時的感覺 因為 感覺都沒有什麼好去隱瞞的 這樣子 對 OK啦 因為其實 女生總是要談戀愛的吧 但是就是要讓爸爸媽媽幫忙 他在那邊講這些事情 SKY那個眼神 哇 一直在偷笑 他在笑著 那個我隨時可以笑 SKY都說 我都不知道看過你跟多少人 對 你為什麼要怎麼走去 好想講那個麥克風 沒有 沒有 然後另外一直走 SKY你有交女朋友嗎 沒有 確定 確定 有喜歡的女生嗎 沒有 你鼻子想爆料是不是 沒有 我不清楚 有人喜歡你嗎 沒有 沒有啊 害羞什麼 我喜歡你 太可愛了 他整個臉紅掉了 SKY那你有在玩那種網路上面的聊天嗎 沒有 我只是在玩遊戲 我不會玩遊戲 所以你現在沒有老公老婆可以叫 沒有 好可愛 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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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疫情損失上千萬 SKY才追爸爸很有錢 你有估計從疫情開始到現在 大概損失多少錢 七八位數吧 哇 問他說到底現在有沒有對你什麼影響 或幹嘛 然後他到底有損失的話 他都不講 現在知道 對啊 我有講啊 我講說你有沒有錢啊 一些回來啊 你都說沒有 那我要講幹嘛 SKY你知道八位數是多少嗎 所以你知道爸爸 這一陣子很辛苦 你就知道馬爸要多二千了吧 喂 喂 對 哈哈 哈哈 哈哈